雷尤聊世纪 天梯中心 大家好 我是雷尤 今天来看条顿人对上印度斯坦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布基图 先来看一下左下角红色的玩家是条顿人 玩家是这个踏套 踏套这次选择了条顿 条顿人的踏特色农田非常便宜 而且步兵跟起兵会随着城堡时代跟DM时代 各加一点的近战防务力 后期的游侠远防 远防可以近战防务力可以高达7点 远防也是7点 双防7点游侠 那后期呢条顿人有个问题 就是他的跟动技术的关系 所以造成往往追不到对方的游侠 或是重装起势 那对方外又是印度斯坦人 所以后期游侠可能出场机会不会太高 而且会被印度斯坦人的骆驼给追着打 但是条顿人也有大急兵 他急兵也是近战防务力最高的 这个急兵文明 那条顿人呢 他的打法还是比较像于步骑作战 攻兵路线稍稍不足 没有这个三级射的关系 也没有强弩 那战毛病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还能用 拥有这个三级弓箭甲 要反制码弓的话问题也不大 后期有火枪可以用 还有火炮重头 还有工程工程师 整体来说是非常舒服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生旅科技是全满的 还有免费的草药治疗 那他的城镇中心呢 装载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可以到25个村民 一般都只有15个村民而已 像这样子 好 那我们随便来看一下 右上角出山铁园大约2点钟的Y.O 选择了印度斯坦人 那Y.O这场比赛呢 是打了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人呢 他的特色是他的黄金兵 特别强烈 像古拉姆可以克制弓兵 骆驼可以克制骑兵 那火枪呢 印度火冲可以克制步兵 而且他本身这个文明 也可以打马攻 虽然没有安息人战术 但有拇指环 三级射 三级弓兵铠甲 整体来说是非常舒服的文明 后期迎冠技术大干道 可以让黄金或许速度大幅上升 让自己的优势更加强化 那印度斯坦人呢 他的骆驼比较悲剧的是 没有异端邪术的关系 所以在后期时候 如果被招响 会有点小小难受 但是他生旅科技 算是能打的 只是生旅存战的时候 是会容易打输的 因为没有输对思想 也没异端邪术 所以打生旅战是贼亏 但是要单纯招响敌方单位 是很好用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两边会怎么打这张地图 那这张地图呢 那一样我们要来看阿拉伯的地图地形 主要是要看金矿有没有在前面 如果在金矿在前面就很难受 那黄金的话 还有附金的位置 那如果黄金的话 是跟石头调换 YO的话 可能就会好过一点 因为石头在前期的需求量 并不是那么多 都到城堡时代 才会开始需要石头 那在封建时代的时候 黄金部分 是更看重还有果汁的位置 这张地图看起来 YO也不是非常好受 那我们来看一下条顿 塔套这里 塔套这边后方黄金 这里就很不错 果汁在这里也行 这边稍微一下就可以 好微好 小微一下 这样直接围过来斜的 马上就可以围好 对塔套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张地图 YO的话地图就不太好 那黄金部分分布也是有点糟糕 黄金都在前方 那石头也是 好 那海块富士在后方 整体来说塔套的地图还是比较好 但两边的地图都是偏差的 黄金的话都是偏前面 好 这是两块金在前 一块金在后的一个状况 但是YO这边的金在后 也是有点偏远的 好 那条顿呢 这边是按了枪柄 这里好像有很多东西走出来 枪柄一直往前按 直冲对方模仿 好开尻 这只村民有机会哦 后面枪柄继续输出 拿下 前期HOT打得很不错 这一波直接赚到了 好 再离开的挖金 转弓兵出来 因为这边转弱马的话 要对付这些枪柄有点麻烦 好 现在金光在前方 小盾塔套 让弱马先压制 看一下状况 但是看到工兵了哦 他这边看到工兵应该觉得说 你从哪里挖金的 应该是在前方 好 看到工兵就意味着你有挖金 赶快来控的黄金 哇 这边拉了7只村民来盖啊 但是最近哦 看到这个 盖塔的条盾哦 射率都不是很好啊 因为有时候拉的村民太多了 如果这些村民没有办法及时 去产生支援 盖完塔一直想要生叉 又没挖石头 这村民就一直发呆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塔套这边盖塔能不能 打出自己的优势来 好 这里三个人挖石头 四个人 但前面这个石头怎么 怎么救呢 好 这个肉马收掉 现在塔套好像没有被发现哦 好 枪柄过来 想要逼退肉马 好 家里统筷围一下 这里也是维石 直接放弃果子 好 插了这根剑塔之后 马上补下伐木场 这样村民就不会在外面发呆了 不然这七只在外面没做事哦 经济师真的惨 好 那刚好自己的墓区也稍微被控制住 躲离伐木场 刚好补齐一下木头不足的问题 那这里是挖石头 居然没有被抓包 相当幸运啊 要是yo这个时间点 有抓到这一坨的 挖石头的村民 那就是非常安泰 好那现在yo有石头 要继续升插吗 直接插农田 控农田 也是蛮舒服的 不然是去控一下果子 好 决定要往这里插 但这个位置并不是连环塔 除非要点下一集射 好 yo这边是准备两只弓兵 防守 继续升插塔 OK 肉马往上 这边看到石头 不然我应该有意识到 诶 这里石头你没挖 但你却能继续插塔 难道是上方这里 但是塔套这边上方 也是补了一个瞭望塔 好 直接拿村民过来 想要手撕箭塔 诶 这里直接手撕吧 先拆了吧 这边可以直接先拆 诶 工兵往回啦 这里有一波 塔套居然抓到后面挖金的村民 Y.O 干营嘎了 结果工兵往回啦 很旧吗 枪兵在发呆 两只工兵也要被吃掉 完了 这里Y.O有点小小失误 肉马也撞到农田 送掉 这波 双亏 双线血亏 好 直接拿村民过来手撕 但是后方村民直接暴打一波 这个箭塔可能也没有办法 去做 手撕的动作了 好 应该会被盖起来 好 Y.O也补了一个箭塔 想要对盖 但这个已经早就超过50%了 好 稍微砍一下 上去一阵反击 拿下 好 亮王塔也补下了 好 这里两只亮王塔进行防守 好 7只肉马 好 两根箭塔 去做一个防守反击 那为什么现在 塔塔不去拆箭塔呢 因为这根箭塔 盖的位置非常巧妙 它是盖在TC的射程范围内 所以它并没有办法 直接去手撕 因为有些新手会问说 为什么塔塔在打塔工作 不去手撕 因为人家是打连环塔 有时候会觉得说 对方可以拆 为什么他不去对拆呢 他不是不想对拆 是没有办法 所以有时候我们频道 是会稍微补充一下 为什么他不这样做 看起来比较 有在玩的人才会知道 可能没有在玩的人 就有点看不太懂 好 那这边焰室 直接放进去 诶 射掉了吗 哇 射中了 OK 哇 我这边又省了一只弓兵 那其实弓兵 在这个情况 尽量不要送 除此是可以防对方的枪兵之外 也可以防止对方 继续伸插进来 你的弓兵部署 只要布置在这些 比较危险的地区 像这个地方 再布一些弓兵在这里防守 会更好 所以YO这边弓兵 基本上不能断 但也不能被对方落马 抓掉 所以塔塔这边又补了一些 比兵科技 哇 一弓点下 直接想要硬吃吗 然后这里又抓到一只长枪兵 好 弓兵过来 三只长兵防守 现在YO经济不是很好 因为刚被抓了一波之后 村民差距被打出来 三三十六村对四村 经济差距有点差 好 那这里又补了一个新的剑塔 然后直接硬盖 好 调整这边硬盖塔 要小心 残血的射到料云塔里面 射一下 射一下 让YO在射 有机会拿一村吗 可以 残血的没有拿下 又是拿掉了一村 但是这个剑塔里的村民 并没有放到料云塔里面 哇 这里又补了更多村民过来 如果刚刚算那只死掉的村民 这里是十六村塔工啊 太硬邀了吧 OK 工兵的部分损失太多 现在对方 就从落马一城行 工兵也没办法拉打 去做 防守 这一村就要被抓了 这里广告补一下城门 这里也补 这里要再补一个 好 来不及 被留进来 被留进来 这里牧区的村民有点危险 但是还是黄金矿的地方 更加注意 好 十六村盖塔 这里九村的剑塔压制 七发箭死 这就是条盾的塔工最可怕的地方 箭死数量是真的多啊 但是要牺牲非常庞大的村民数量 哇哇哇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上一人盖 箭塔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调盾十六人塔工 好 现在算十五人 好 工兵数量不够 所以我刚刚才会说 在遇到这种塔工的时候 歪欧的工兵是不能断的 因为你只要一断工兵 对方就可以一直插一只爽 基本上是毫无招架之力的 好 你一定要有更多的工兵哦 阻止对方继续深入自己的 经济区域哦 尤其是农田哦 只要农田被控下来 基本上 生死带就会非常困难 但是塔套这边 现在是要来封建打城堡了吗 好像没有要生 生死带咯 这边居然还点了一个品种 该不会马凯待会也要点下 好 直接挖对方的黄金 但是 歪欧 直接鬼转三个射箭场 上个射箭场 准备要来出马工了 他的臭名被打喷出来 好 再次手撕 拿掉这根箭塔 死了一只马 好 这里放置补一下 三门暂时没有太大问题 都已经锁定了 好 已经锁定 好 墙面过来 这里再补一根箭塔 想要控住石头区 两边手对盖 但是这里好像没有打算过去 直接硬尻 好 工兵稍微阻止一下 这里盖塔村民 好 工兵就是这么的有用 但很可惜 所以YO这边工兵只剩两只 谁也要送光了 好 但两边的箭塔对手 条顿很明显 拥有这个 箭矢数量的优势 这里是4加1 总共5发 那这边是6发 0加5 好 右边的 魔防 可以拿下了 好 升到城堡时代 YO马上补下了马工 好 好 用马工去射这些枪兵 OK 射完了 再把这个射子撕死掉 好 YO有点惨 近近近近是56村打39 这里 一直被扫扰 塔到这边就去按肉马 双马就继续喷马 好 这里想要手撕 肉马过来回救一下 好 亮王塔 赶快去射后方的马工 但是马工可能要来收离这些臭名 臭名直接迅速绕干 他到这边非常的果断 直接把臭名拉到下一个防御箭塔 好 应该是亮王塔 好 这里还是顺利的用箭塔 去打掉了一匹马 好 这里肉马来个多谢 扣掉了一只枪柄 好 这里肉马可能要送光了 应该才发现没有点下一级马铠 想说这个直接硬砍好像有点亏 好 这里又补了一级马铠 那这里可能要上个大十枪赶快防守了 因为待会马工出门 家里可能会守不住 这个墓区会被控 这个墓区应该可以守得住 这里石头要挖完了 房间一部分在外面 就会很难受 这就说有什么开头要解释 这个地图到底好不好 但是你们看哦 这个黄金在前面 这个就很舒服了 就可以一直慢慢挖了 挖到城堡时代也不是太大问题 那现在问题是回到了条盾身上 该怎么去解这些马工 那条盾的正确的手法 就是出奴炮 跟这个战毛兵会比较适合 那目前塔套还没升到城堡时代的关系 这里目标也是要先升城堡时代 而不是出这个战毛兵 这里是不是有个洞 收村 又抓掉黎村 但是也损失了一匹马 这里好像 有洞哦 卡超好也看到了啊 有有洞 流进来 盖一个兵工厂 哇 直接堵口 好 抓掉黎子村民 好 暂时家里有这么多剑塔防守的关系 不会有太大问题 而且都已经补下了大石像 好 赶快再补一个石墙 好 后方洛马还在咯 外游的村民依旧有点少 好像就被抓了几只村民哦 这里是不是有点大战过后的痕迹啊 好 这里漏马 接手撕马公 马公稍微捞打 OK 转到这个射线场里面 稍微高打低 左侧的位置 马公一直想漏 但没有机会 好 到了两只漏马 后来截掉右边的马公 好 条顿这边 三马就继续喷嘛 26片田 继续暗漏嘛 给YO更大的压力 好 这里挖四楼村民 再度收村 右边补了一个新的城镇中心 但这边又是一个连环塔 哇哇哇哇哇哇哇 连环塔 给的压力也是非常足够 这里村民又被抓掉了几只 这里的洛马 完全无视 你到底有没有马公跟剑塔 看到村民就是一顿输出 还有这边到处透下 这边想要打猎 但看到洛马过来 直接绕干 然后再回家 好 这里本来想要手持剑塔 但是这边是 连环塔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手撕 YO这边虽然反应很快 但是塔套也早就已经应对好了 他的防守防法 好 第三根剑塔 插下 这里黄金就可以全部守住 好 这个剑塔高达迪斯 真的有点痛啊 哇哇哇 YO还没有点品种 这个马有点 点量太少 好 OK 洛马直接上去 靠黄金的村民 但是马公使来这个位置 被匹马已经几杀掉了 18只的单位了 3只村民15只的洛马 好 踏到这边 引中点下了城堡时代 以及挖金也补下了 但是他的攻势并没有减缓 有更多的洛马 那条斗人呢 到了城堡时代也不能升级 到这个清奇病 算是条斗人的一个nerf 所以他的洛马 基本上是打不赢其他文明的洛马 像是什么清奇病啊之类 这边置敌木墙 想要逃跑 然后直接打掉这个亮王塔 但是后面有马公 好 剑塔开始用 投石车去拆除这些围剑 还有要找个机会 去把这些剑塔给拿下 但是这边是选择了 先拆除这附近的剑塔 家里附近的剑塔 可能用冲车或是投石车 去慢慢解决 好 后方洛马 走到地图的边边角角 躲了起来 这六只村民还在打猎 卡套 有看到了 这六只村民要是能拿下 好 但是他的目标 还是金矿处的村民 好 但娃娃这边巡逻 我看到 先对他输出一顿 后面洛马又在追 被拆掉这台投石车 哇 塔套一直多线分推啊 好 升到了城堡时代 补下了二级马凯 跟工程器制造所 YO的村民宿 现在非常落后条盾人 条盾这边是四十五村 打四十六村 到底谁才是双TC啊 村民宿怎么差 差了快要二十村啊 好 塔套这边二级马凯补下 这里要补个弩炮 好 好 好 选择了弩炮防守路线 而不是战毛兵 好 那弩炮的优点就是快速成型 毕竟条队人如果要点战毛的话 还要点个二级射 还有这个弹道的血 都要点 好 这里马攻过来 直接抓到盖宝村民前面的四匹马 给亚压 后面有弩炮 直接串烧打残血的 塔套这边细节 拉好拉满 哇 又串烧到两只 这里马死伤了一点惨重 只剩下八匹马 右边肉马 再来一个多线 又抓到一些村民 挖洞的村民宿又再次下降 哇哇哇 YO这边被打到 有点头破血流了 现在右边村民完全没有办法正常 开挖资源 好 这里马攻继续追 但没有弹道血的关系 只要再移动弱马 基本上血量不会掉太多 再弩炮 守在这个位置 好 这里要继续往前 攻城站下 准备要从右边开始杜根 好 万用作用补杀的品种 终于勉强挤出一些资源 品种点下之后 马攻的生存能力 就可以大幅提升 其实马攻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提升他的生存能力了 还有他的射程 因为他生存能力真的太少的话 很难形成起来 马攻数量一少 就很难挡这些骑士了 好 这边直接用骑士 砍掉了大象 再用骑兵去追逐马攻 这里有二级马卡 所以骑兵就不太容易被追死 反而是这里马攻被砍到 有点头破血流 没有办法 数量成行不起来 反而刚刚会将近二十只的马攻 被弩炮射穿之后 YO最后打出了GG 我们恭喜塔塔拿下比赛的胜利 这一波比赛 塔塔已经展现出了 这个国命的塔攻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还是要搭配漏马 进行各处的骚扰跟反击 那加里的部分的防守也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在练 条顿塔攻的话 可以参考今天这支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塔塔 塔塔赛资源上的胜利 大概快要拿到6000资源 石料大概是3000 黄金部分大概2000 木材大概300左右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继续帮我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各位拜拜 by bwd6